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许多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 在安徽的很多台湾创业青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变,打破了传统的营销观念,在危机中找寻商机,布局未来,谋发展。 在安徽合肥台湾精品展示中心里,台湾客商刘东飞正忙着指导工作人员对接网上订单,发运快递。 这也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刘东飞首次尝到了从守株待兔向除旧布新转变的甜头。 疫情发展以来,我们也积极开展生产自旧。 你像很多时候,以前我们在这里是等客户来,现在我们是走出去的, 就积极开发一些新的销售渠道,比如说团购,社区购,还有一些线上平台, 包括我们自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,也在开发了出自己的小程序购物商城了。 据刘东飞介绍,展示中心的产品都是跟台湾企业和农民直接合作的, 很受当地消费者喜欢,于是就在春节前备足了货物。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货物积压在办公室里。 目前我们的库存已经消化了很大一部分,但是库存压力还是很大。 我们准备积极再做一些更多的努力,把产品做以更大的推广了。 但是这个也给我们来一个启示了,就是说在后续的进行中, 我们应该也开发一些多管道的销售渠道,结合实际情况,一个常态化的来运营了。 张银威是一名台胞青年,在合肥创业多年的他经营着多家台湾美食餐厅和定制服装店, 并于2019年创办了台青创客中心。 目前该中心已落地近十家台青企业。 虽然此次疫情让他有些措手不及, 但他对复工复产后的经济社会充满期待。 之前有几家店就有做过线上这一块, 然后在疫情之后,然后慢慢复工复产这一块, 然后我们也是陆陆续续地把线上这一块继续做起来。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加拿大对线上这一块宣传。 大陆市场还是非常大的, 所以在疫情过后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能够恢复之前的状态, 然后慢慢也会有一些增长。 据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消息, 截至目前,合肥市重点台资企业复工复产率超过90%, 归上台企实践98%复工复产。